剛剛有一隻一公斤的 這個就是生蟲 最近我看這附近抓的輕魚都是生蟲 對他只要 這也是 分來以後 這也是嗎 對對 這上面 他就在內臟上 他就很擔心就沒有刷 那這樣他有 部部內臟有童話 可以吃生魚片嗎 我還是會吃啊 所以你看到就不敢 這個就是阿里嗎 對 他反正只是拉肚子而已 對啊其實 只是拉肚子而已 最嚴重的就是海鮮衛生蟲 海鮮衛生蟲 你可以給你吃到 但是有些醫生不這麼整 有些醫生朋友就說 你不要開玩笑 但是有一些就是 像這就是 這就是膽囊 這是什麼 這是苦 就膽囊 膽囊 膽囊 拉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我要吃生所以自己不切開 嗯 但是就會有這個 比較難拉的問題 嗯 對 一般切開來就會直接拉掉而已 你就從這一頭 因為他們在做是 如果你灌水從這邊灌進去 他就會 全部從這一頭被沖出來 嗯 還是可以還是蠻好弄 哦 那這邊現在沒辦法 對 對 哇 但是這個做法你就 尤其是比較大的魚就 不適合嗎 因為你這邊 切開那個覆蓋 如果要熟成的時候 它就養花 哦 就白白浪費 那邊的肉 所以你是不會割 那個腹膜那一個 對 就是你刀動到這邊以後 它會自然會有魚過來打 嗯 對 就心臟炒出來 哦 就肉出來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這時候割到這裡 然後用水去灌它會從前面出來 嗯 這個情況讓你不用割這個 哦 但是這個會讓你速度慢非常多 哦 所以就看 對 心臟 對 這個是我看那個 因為有些人 它是做 嗯 這種小魚它們怎麼會割 對 這隻就是大魚 會比較好操作 小魚在那邊挖半天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今天抓三圍青魚 四圍 四圍 五圍 因為我回去我要給一些 金盆好友 沒有剛好有一個那個 日本人來台灣開餐廳的 哦 因為這個是最好的 哦 因為青魚是需要回家 然後要 不要打 嗯 嗯 青魚常會有寄生蟲嗎 沒辦法 啊 啊 燈水了 在漁港都遇到一些神奇的人 厲害的啦 真的 這是一個崛起交流的場地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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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